狐狸猫兴高采烈的打开宝箱 发现宝箱里面又出现一张纸条 神经百战的狐狸猫 它气定神仙的按下按钮 三五七九 哇 宝箱硬声打开 究竟狐狸猫是用了什么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判别出三的倍数呢 嗯 用除的肯定没办法这么快 之前我们找过了五二和四的倍数的特征 那么三的倍数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特征呢 我们来猜猜看哦 如果啊根据之前的经验 诶各位数如果是三的倍数的话 那这个数是不是就是三的倍数呢 我们来试着举几个例子哦 十三十六十九 你看他们的各位数都是三的倍数对不对 但是啊十三十六十九 偏偏都不是三的倍数 所以啊这个猜测是失败的 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来想想 会不会和四的倍数一样 如果墨两位数字是三的倍数 那这个数就是三的倍数呢 我们试着把103 106和109拿来除以三 结果发现啊都不是三的倍数 所以这个猜测也失败 大家别气馁 不如我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 我们突发炼钢 用百数表来找找三的倍数 有什么特征吧 狐狸猫出手了 他看了一下百数表 把最后一排挪到了第一排 还向下推一推 在第一行还添加了零 这下子啊 三的倍数重新排列成了六排斜向的数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把这些三的倍数都挑出来 再把它们直直排列看看哦 单看各位数 哎 毫无规律 单看十位数 也没什么头绪 如果把各位和十位数结合一起来看 哎 可是怎么结合啊 我们把第一个数的十位和各位 相加起来看一看 先是第一排的数 0加3等于3 1加2等于3 2加1等于3 3加0也等于3 你有没有发现 好巧哦 十位和各位上的数 加起来都是3耶 那其他几排的数 如果你也按照这样的方法做看看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的数都是3吗 答案选B 并不是哦 你算下第二排嘛 0加6等于6 1加5也等于6 2加4也等于6 一直算下去 它们的和都是6 第三排呢 0加9等于9 1加8等于9 一次加下去 它们的和都是9 哎 你发现了吗 它们的和每一排之间都相差了3耶 那你猜猜看第四排它的和会是12吗 我们验证一下吧 3加9等于12 4加8等于12 你算完之后发现 确实 第四排的数啊 它们的这个各位数和十位数相加都是12 那我们再算一下第五排的和 没错 它会等于15 最后是第六排 它们的和都会是18 现在你能发现这些数 它们十位和各位上的数字的和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我们选A 把表中啊 所有3的倍数 各位和十位上的数相加之后 你会得到3 6 9 12 15 18 这些十位和各位数的和 它们都是3的倍数耶 所以啊 这些3的倍数的特征 就是十位和各位的数字和 是3的倍数 现在我们不用计算 就能够快速的判断 84 它一定是3的倍数 因为啊 8加4等于12 而12是3的倍数 我们验证一下吧 84除以3 答案是28 没有余数 整除 也就是84 它是3的倍数哦 那如果数更大一点 超过了百数表的范围 比如说 171 20 18 或者更多位数 有百位有千位 那怎么办呢 诶 我们不妨把它们都加起来 把各个位数上的数字求和 以171为例 1加7加1等于9 那9是3的倍数 那我们来出出看 171除以3会得到整数57 所以啊 171确实是3的倍数 那你就知道了 3的倍数它的特征 就是啊 各个位数上的数字和 是3的倍数 根据这个特征 我想请问你 2018是3的倍数吗 选B 我们一样从特征出发 你把各个位数上的数字 加一加 2加0加1加8 等于11 11并不是3的倍数 也就是啊 2018它并不符合3的倍数的特征 因此它不是3的倍数哦 下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狐狸猫到底是怎么挑出这个宝箱密码的啊 选C 根据3的倍数的特征 你得先求出各个位数上数字的数字和 其中A 它的数字和是4个6再加上2 等于26 26并不是3的倍数 所以它不符合3的倍数的特征哦 B选顶 B选项 它的数字和是3加1等于4 也不是3的倍数 C呢 有4组的1加5 等于24 我们可以看到24因为是3的倍数 所以啊 C选项的数字符合3的倍数特征 在这支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啊 有别于2和5的倍数特征 只要看各位数 4的倍数特征 只要看末两位数 3的倍数的特征非常的特别 就是啊 要把各个位数上的数字相加 数字和要是3的倍数 比如说2019 因为2加0加1加9等于12 是3的倍数 所以2019是3的倍数哦 你都记住了吗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